大家你知不知道食物吃進去之後會到哪裡 會 會到哪裡 吃到 吃到 看邊看 然後還有呢 食堂 食堂 對 會先經過食堂 基隆市復興國校小朋友來到台北全民健康基金會上課 透過互動式課程設計 學習健康知識 這是全建會主辦的好健康小學堂活動 今年跨出都會區 前進新北市基隆市小學提供優質課程 讓我們未來的國民健康教育小課堂教育 可以像我們合併助手一樣 從台灣北部到台灣各地 桃園 基隆 南部 東部貫穿 中央沙漠 打通 任督兩幕 南部跳過哲學溪 打到蔡總統的家裡 騰村半島 讓我們這個小學堂可以全國 遍地開花 我們不能夠把教育只有留在台北市 我們希望能夠藉由社會愛心的力量 讓它傳遞到台灣各個偏鄉角落 所以第一套 感謝丘副市長 讓我們的願望實現了 讓我們合運的同仁可以捷徵這樣的愛心 帶著基隆的小朋友可以實體到資金會來 那見證我們國人的這個費力組織 帶給社會健康的這個知識 基隆肥胖小課的比例是16.33 在111年 比110年有稍微下降 但是在全國的比例還是高的 我們都知道肥胖跟脂肪是有關係的 那我很感激 用這個方式 從小扎根 小孩子健康好 我們將來才會有前途 才會有希望 我們2017年最早的夥伴就是台北市 台北市這裡 然後我們有從第一年開始 執行這個好健康小學堂 一直到現在 我們台北市一直都有機會參加 非常感謝 我們總共有超過2000以上 2000年以上的師生有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每個活動回來 我們都有看到回饋 我們的老師 小朋友們 對於這樣子 非常非常有好玩 好玩的一些遊戲 體驗 然後教很多深入淺出的一些 我們的健康的觀念 還有正確的飲食觀念 其實這些對我們的小朋友 對我們的老師 都有好大好大的幫助 今天要特別感謝基金會 其實在去年 首先讓我們新北市的兩所學校 那其中一所是我們的偏鄉學校 一所是我們所謂的飛山飛濕的學校 讓我們兩所學校用線上的課程的方式 來參與我們的全民健康的小學堂 這樣一個課程 那因為這個課程的設計非常的生動有趣 而且是有透過一些線上搶達的方式 所以其實學生給我們的反應都是 我們覺得透過這個課外的課程 讓他們收穫很多 而且尤其我們的老師們 他們其實很珍惜 這樣一個課堂外的教學的資源 所以這邊要特別代表 市府感謝基金會 還有所有提供愛心的夥伴們 給我們這樣一個教學資源 全建會今年也和汽車租賃企業合作 免費接送跨區國校來到全建會 會實際參訪與體驗健康課程 充實健康事能與生活視野 課程裡面通過鼓勵感 讓孩子操作 然後還有最近最流行的一些資訊教育 讓孩子可以通過眼睛啊 還有操作 手操作 然後觸摸手感 然後去體驗一下 未來這個健康教育 落實在自己生活的重要性 所以說各位感謝各位心肝我們的寶貝 讓各位小朋友都有好心肝 然後落實在自己生活中 也幫助自己幫助別人 是他們可以把這些好的觀念帶給家人 然後可以一起擁有健康的國民 跟健康的家庭 我們在推動健康的議題方面 我們學校有分組 我們每個學校都有分組 加入這個健康處境的議題 那我們學校是做健康體委 所以我們從飲食啊 睡眠啊 運動啊 這各方面來照顧小朋友 那我們今年非常開心 有這個基金會的這樣子的資源能夠溢注 這些資源都可以幫助我們健康室的小朋友 更健康 活得更有活力 那代表學校單位非常感謝這些資源 各位下心人士的支持 健康其實跟年齡性別 顏色或者說地域區域 城鄉都沒有關係 每一個人 每一個城鄉 每一個縣司 城鄉鎮 都是很重要的一個教育員一個工作 所以呢 在這裡面當然 核有資深是算第一家 來支持這樣的一個活動的一個企業 那我們也希望說 剛才剛才徐教授講的 我們希望就是說能夠在擴展中 我們是原來的台北市 然後到近上半年新北市 然後再下半年會加入這個基隆市這樣子 這個這樣子能夠把這個範圍 慢慢地破 越來越大 好健康小學堂自2017年開始推廣 創新活潑的健康課程內容 榮獲台灣永續行動獎 和亞太區永續行動獎 雙料同獎殊榮 在學童建立健康觀念的關鍵階段 慢慢傳遞正確的健康知識 達到全民健康目標 記者問郡台北報導 感謝大家